大家好,我是花手八级爱好者所长 林,拍视频从不眨眼睛,抄 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位 智商税轻道夫 还活着的独立思考之神 全球摩羯座的骄傲 价值投资者的官二爷 巴菲特唯一的合伙人 今年96岁的查理芒格 他的全球投资圈拥有神一般的地位 有三个特点 很老,很有钱,很有智慧,很毒蛇 芒格的演讲录叫做《穷查理宝典》 今天呢,我把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知道查理芒格的同学应该不多 做一个调研,听过的请扣一,没有听过的请扣二 21年前啊,我进入中山大学读国际金融 当时我就遇到了一个大麻烦 我对自己专业的课程呢,总是得过且过 而且无法忍受很多老师毫无创意的讲课方式 我觉得很多课程都是纯属浪费时间 经常逃课,专业分数也很低 但是我对旁听其他系的课程却无比的热衷 还不是因为其他系女生多啊 当时辅导员告诫我说要先搞好专业课程 不然以后找工作都有困难 可是我就是管不住自己啊 我喜欢不务正业,每天都觉得特别挫败 后来我偶然接触了查理芒格的演讲录 那个时候啊,《穷查理宝典》这本书还没出版 他的演讲录真是让我有全身触电的感觉 当时我就顿悟了,就是一个具有钱的商业大了 他用高度的智慧肯定了我这种不务正业和叛逆 这两件事情,他认为这两件事情可以让我的人生更成功 这让我瞬间实现了从自己前途迷惘 到坚信自己前途无量的惊天大逆转 现在的科普UP们都喜欢说独立思考 那我们就来看看真正靠独立思考挣到钱的老爷爷 到底在想什么吧 以屁股决定脑袋原理 芒格说,并不是牛人的观点就一定可信 你得判断他背后的激励机制和他本人的知识结构 简单来说啊,就算是很牛的UP主 他也会发恰犯视频,对吧 或者他很有个性 那其实必然带着很强的倾向性 所以我们一要看知识结构 二要看动机,要辨证的吸收观点 比如,在一个投行人士的眼中 什么东西都跟钱有关 在一个审计师的眼中 假账他是无处不在的 在一个创业所长的眼中 哪里都有盖公厕的机会 所以你看这些观点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世界不止他说的内面 还有很多很多维度是他没有说到的 又或者是他可能动机不纯啊 比如明显是在恰犯 那么他说的东西就要打骨折了 这就是我推荐大家读查理芒格的原因 因为他没有上面这两个BUG 第一,他的知识结构横跨十几个学科 几乎没有知识盲区 第二,他又老又有钱 没有求偶动机 也没有恰犯需求 这种有智慧无杂念的境界 你几乎在所有的畅销书里面都不会找到 二,逆向思考原理 芒格最喜欢反过来想问题 这很像老子的思想啊 反者道之动 他发现真理经常会出现在 你反着思考的时候 比如他有个非常著名的 教你变穷的演讲 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让你变富有 但是我知道怎么让你变贫穷 变穷法则第一条 不要专注地做你正在做的事情 你最好是坚持在每时每刻都一心多用 只要养成这个习惯 你就可以成功地干掉所有的优点 完美地做到一事无成 变穷法则第二条 尽可能只从自己的经历积累知识 千万不要从其他人那里吸取经验教训 尤其不要去了解那些古今中外牛人的思想 其实人类最常见的灾难都毫无创业 比方说跟一个错误的人结婚 然后再离婚 比如说沉迷赌博 比如说加入某个洗脑组织 或者缺乏耐心 永远渴望一夜暴富等等 所以别人踩过的坑 想变穷的人就一定要全部都踩一遍 这样子才能够保证你能成功变穷 变穷法则第三条 当你的人生遭遇严重失败时 就必须马上意志消沉 从此一蹶不振 因为即使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他的人生也会遭遇到挫折和失败 只要记住这第三条 就能保证你这辈子肯定可以找到那么一次机会 让自己永远不相信任何事情 永远上市斗志 最后 努力追求贫穷的人还要记住一点 人生是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 只要没有考上好大学 没有找到好工作 你这辈子就完了 那上面就是贫穷的三条法则 3.核心能力圈 昂格说在激烈的竞争中 取胜的系统 在最大化或者最小化一个或几个变量上 会走到近乎荒谬的极端 这句话有点抽象 说成是只有偏制光才能生存 大家会容易理解 这是Intel的总裁安迪古鲁夫的著作 他们的观点其实一致 就是鼓励你 要拼命发展自己的长版 不要用力补自己的短版 这个策略符合未来发展的趋势 在AI新实业内期里面我们讲过 未来每一个领域的人才 有了科技力量的辅助 赚钱能力都在被大大的放大 但是平平无奇的普通玩家 以后却连打砸的资格都没有 两极分化就是越来越严重了 在加速线上化和加速自动化的时代 越来越多的职业领域 会呈现秘率分布的特征 这就是最厉害的10%的人 会赚走所有的钱 而剩下90%的人会苦苦生存 那么如何让自己有机会 做到某个领域的顶尖水平呢 芒格给投资人推荐了三个步骤 我把它优化成了年轻人容易读懂的版本 STEP 1 尽快找到自己的潜力圈 然后在不得不维持生存和履行义务的事情上 采取低空飞行 60分合格策略 这样就能够给自己流出大量的精力 专注于打造自己的厂版 这方面我接触过一些商界的狼人啊 还真就这么干的 比如滴滴的天使投资人王刚 再比如最近因为某些原因非常出名的阿里总裁蒋凡 潜力圈是你擅长和热爱的事情的交集 不管是你爱读书还是玩游戏 还是打架子鼓 画漫画交朋友 他们都是可以的 潜力圈和能力圈是有差别的 潜力圈未必能够帮你挣到钱 STEP 2 围绕你的潜力圈发起长时间的课议练习和跨学科的攻击 让你达到专家水平 STEP 3 等待时机 为了让你的潜力找到商业化的机会 你需要的就是耐心 在此之前你要找到一个收入来源让自己活下来 然后耐心的测试你的潜力能够发挥的地方 很多的事情没有成功并不是你的能力不对 而是你没有找到好的时机和环境去发挥它 而这些需要的就是等待 多元思维模型是查理蒙格最著名的思想 他认为我们现在大学的教育体系是有严重问题的 课格学科之间近未分明 让年轻人缺乏能够掌握不同学科重要理论的机会 他说你必须知道重要学科的重要理论 大多数人都只是使用学过一个学科的模型 比如说经济学 这种人看什么都是经济学问题 聊什么都是成本收益 三句不离老本 不知道大家身边有没有认识这样的人 我们并不是处于一个一维世界 而是一个多维世界 任何一件事情 你能从更多的角度去看 就更不容易被收治伤税 那么哪些学科是我们需要了解的呢 举个例子 函数 净化论 语言学 心理学 生物学 工程学 热力学 脑科学系统论 信息论 统计学 法学 经济学 历史学 社会学 未来学 人类学 美学 谈判学 戏剧学 金融学 网络科学 医学 商学等等 那芒格的意思呢 并不是说这些学科你都要去全部掌握啊 实际上你也做不到 但是你可以掌握不同学科里面最重要的几个思维模型 比如说工程学里面的冗余备份模型 数学里的复利模型 物理学的灵界点 轻负力矩模型 生物学的现代达尔文综合模型 以及心理学的认知误判模型等等 根据我所知 芒格掌握的思维模型应该超过100个 我希望以后的视频里可以多多给大家介绍这些模型 说到这里大家就发现上面两个思想是有冲突的 能力圈模型要求我们专注对吧 多元思维模型要求我们发散 这两项关系应该是类似这张图 高手就是能把两种完全矛盾的东西融合在一起的人 这就是辩证法 这是非常接近世界本源的一种方法论 巴菲特说 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 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 毛主席说 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马校长说 眼要高手要低 物理学上有玻璃二象性 液晶里面有乾坤坎梨 正更迅对 佛法有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这些其实都是辩证法 辩证法是个很大的课题 这期我们就先不展开 6.避免变态体系 芒格说 千万不要在一个你表现的越不诚实或者越愚蠢 他就给你发越多公司的变态激励体系里面工作 比如说一个按工作时间 而不是按工作成果发工资的地方 又比如说 一个大家比拼少犯错 而不是多创新的部门 或者是一个大家比站队 而不是比业绩的团队 又或者是依靠坑骗客户的数量 来给你发奖金的公司 这些都是特别糟糕的环境 应该尽快逃离 对于年轻人来说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特别特别重要的 我过去面试过很多人 就发现在不好的工作环境里面工作过的年轻人 他的伤害比想象中还要大很多 他可以影响一个人长达10年 有的甚至是一辈子 芒格认为 要正确地应对这种危险 就必须同时拥有判断力和勇气 他说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的办法就是找到尊敬的人 然后想办法掉他手下去工作 我们可以补充一下 这就是很经典的叫职场三好策略 找到好行业 好公司 好领导 你说这不是废话吗 谁不想要这些三种东西 那芒格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判断力和勇气是做好这件事情的关键 比如如果你实力雄厚是offer任选 那么你需要的是两种选优的判断力 如果你实力不够是offer败权 那么你需要的是错位竞争的勇气 所以你看勇气和判断力都很重要 那么如何判断好公司 好行业好领导呢 感兴趣的同学可以去看看 巴菲特之股东的信这本书 我这里就不再展开了 7.避免妒忌效应 芒格认为 嫉妒别人比你更好 是你所能遇到的糟糕的事情里面最糟糕的 大家都听过其中最对吧 傲慢 嫉妒 愤怒 贪婪 懒惰 贪吃 色欲 在这7样里面 嫉妒是唯一一个什么好处也得不到的情绪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就我的观察啊 羡慕嫉妒恨 是信息时代最容易产生的情绪 人在蒙古 刚下寒武 随处可见985 不上疼笑都老土 这些信息无时无刻不再刺激着我们 虽然装逼是人的本能 但是被刺激到了 却是我们的无能 那这种无能和智商和学历都没有关系 芒格就发现往往学历越高 自我感觉越好的人越容易有嫉妒心 查理芒格对抗嫉妒心的方法 就是使用巴菲特的内部计分卡 内部计分卡的inner scorecard 是跟外部计分卡的outer scorecard对应的概念 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 就会比较好理解啊 the outer scorecard就是外界给你打分的气氛卡 the inner scorecard就是自己给自己打分的气氛卡 这句话翻译过来 就是他强任他强 清风扶山港 他恨任他恨 明月照大将 嗯 还是中文感觉略胜一筹 向外球还是向内球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命题 无论是中国的孔子老子王阳明 六祖慧能 还是印度的释迦摩尼 英国的罗树 古罗马的艾比克泰德 日本的道圣和夫 还是美国的巴菲特 雷达里奥 全世界所有的大师都推荐过指向内球的生活方式 这个话题很大啊 我准备在讲原则那一期的时候再详细展开 那关于穷查理宝典 我们就先简单介绍到这里了 查理芒格的思想非常丰富 今天我们只是摘了很少的几个放箭来说 要想进一步去了解 推荐可以去看书 重点啊 就在第二章和第四章 最后还是那句老话啊 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期视频的推荐 我跟你推荐查理芒格 那肯定是因为我某方面跟芒格很像嘛 觉得有共鸣 但这种共鸣未必能够迁移到你的身上 大家记得看每一个up主的观点 都要认真地思考它的背景和动机 比如啊 我的知识结构啊 大学的时候 我读了芒格 真的就借鉴了它的多元思维模型 在保证不挂科的情况下 我尽可能地设出多个专业 四年的时间里面 我还读了一个应用数学的学位 还旁听了心理学 学过珠宝设计 还有三年时间都在学灵竹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我现在手缝心拉得还不错 这些经历其实也造成了我的局限性 比如说我总是非常容易看到会有机会 但是忽略风险 总是容易过度乐观 却又不够谨慎 都快四十岁的人了 天天看漫画 我也不够稳重 所以小伙伴们一定要辩证地看待 我讲的所有东西 好了 非常感谢你能看完这期视频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可以 就请你点赞收藏投币转发 如果你还能点击大大的关注 那真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谢谢大家 下期见